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各庆典仪式 节夜会操以及其他穿着制服的场合采用中式步操礼仪 海关表示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是国家纪念五四运动的重要日子 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 香港海关全面采用中式步操 充分体现国家情感 彰显民族情怀 并展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纪律部队的风范 海关并衷心感谢解放军驻港部队 为海关人员提供中式步操训练 一名57岁男子去年11月和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 先后在其Facebook账户发布两则公开贴文 删获他人投白票 被告今年1月被廉政公署拘捕 被控三项在选举期间内做出借公开活动 删获另一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的非法行为罪 他早前承认其中两项控罪 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判官今天判刑表示 涉及选举的罪行必须以立即监禁作为判刑方向 但考虑到被告认罪以及他的背景 判入狱两个月 缓刑两年 立法会大会今天继续进行财政预算案的辩论 审议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预算案最后以87票赞成 无人反对 一票弃权三读通过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在构思预算案的时候 他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利用政府累积的有限资源 照顾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舒缓中产家庭生活重担 并为香港建设更好的将来做出投资 其中关键是如何理顺先后缓急 有效平衡资源 帮助大多数市民 同时希望可以兼顾少部分市民的诉求 陈茂波指出 本港第一季度经济受到第五波疫情沉重打击 按年收缩4% 打断过去连续四个季度的增长趋势 劳工市场也面临巨大压力 失业率升至5% 但随着本地疫情上个月回稳 社交距离措施逐步放宽 本地市场需求逐渐改善 如果疫情保持稳定 维持动态清零 复苏的势头将会持续 但本港经济仍会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 陈茂波还表示 政府正全力筹备发放第二阶段5000元的消费券 目标是今年中期开始接受登记 在暑假发放 此外 暂缓追租的条例已经在本月1号生效 他相信法力可以为商户提供短期保护 提供空间让业主和租户商讨减足 创科方面 陈茂波认为 创科发展是世界大趋势 是未来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可以带动传统经济升级转型 他期望透过推动创科 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 给予青年人和不同人士有更多选择 此外 他认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志趣 政府可在体育及文化投入更多资源 让青年人有更多机会 探索实践自我 财政储备方面 本届政府接任时 有约9500亿元财政储备 可以在过去几年灵活应对社会诉求及提升服务 迅速调拨资源应对危机 虽然本届任期内曾经出现超过2000亿元的年度赤字 但陈茂波预料 本届政府任期届满时 财政储备仍然维持在9500亿元左右 按中期预期估算 往后5年将逐步重回1万亿元以上 相当于16个月的政府开支 他估计受防疫抗疫工作及纾困措施的影响 本年度政府经营账目将录得赤字 但2023、24年度起的几年 预料可以恢复并达至平衡 回望过去的工作 陈茂波以消费券为例说 让他明白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很多时候意见难以达到共识 可是只要政府愿意多解说 在寻求大多数市民支持的同时 争取不同意人士的理解 在决定之后也要尽一切能力将事情做好 他期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得到各界认同 他与他的工作团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 推展消费券的工作 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选出的立法会通过的首份财政预算案 在爱国者治港大背景下 各个立法会议员对预算案提出了诸多建议 相信在行政与立法的持续良性互动当中 香港的经济名声会得到持续改善 香港市民将体会到更多的获得感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嘉玲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明天再会